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讲 Tile的部分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Filt来做Tile的过滤 那么做Tile的过滤的话 那么我们就又可以回归到我们再点 协议这个部分了,对吧 这个标减单,我们来试试 我们再标一个 NeuralTile去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高级部分 比较简单,IP-TCP-Tile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开始了 开始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Tile了 哦,这不行 我们把evo密码给 算了 要不要我们只是 我们修IP-Interface-Brief 我们看到东西也行 对吧 表示它的整个文件的传输呢 全是名文的 哦,这个 还要改一下 az秋许的 我们下支付 我们下支付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下支付 我们下支付 我们下支付 就这么简单 成为 前支出 大支需要 都 对出 OK 整个一个Tile的过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密码 用户名和这个 这些东西能不能看得见 最开始三个包呢 很明显是三缩手 对吧 然后呢 过了一些基本的部分之后呢 就会出现用户名了 这些看 UserVerify 开始会弹出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要我们的用户名 用户名是 看 CISCO 看到什么 CISO 我当时讲那个 我说TCP有两种数据 FTP呢叫做块 传输块数据流 还有一个交互式数据流 我们的Tile就是典型的交互式数据流 我们正常情况下 为什么会有 这么用户名怎么看这么不舒服呢 对吧 因为呢 我们敲一个C 传过去一个C 然后呢 服务器回显一个C 然后我们收到这个C 然后打印到屏幕上 我们才会看到这个C出现 交互式数据流 有时候我们会卡 就是因为我发出去的东西回不来 对吧 我看不见 是这样才会卡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这个用户名密码看着是不舒服的 用户名是CISCO 这些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密码 你知道吗 你看 用户名过完就是密码 那之后呢 又是CISS CISCO 这是密码 对吧 密码是没有回显的 因为 这个我们刚才敲的时候是不回显嘛 是空的嘛 看不见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看着还是比较清楚一些 好 紧接着呢 我们又进去了之后呢 他给我了一个R2 一个title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就是进去呢 就是show IP Interface Grope 是吧 好 紧接着呢 他就会给我一个回显的 我们看这个回显在哪 在这 这个部分呢 Stiffer呢 已经给你全部做Decode了 稍微看着要乱 其实东西是不少的 是吧 整个 showIP Interface Grope 整个部分 都在这个地方 看起来要乱 只是排序而乱 那东西一个不少 肯定是全部都正确的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看到 那么Tiler 也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 用户命运码呢 也全是明文 所有的文件传输也全是明文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的不安全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套路 第一个 我们要看看传输包的特点 我们所敲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敲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所敲的命令都是 敲命令是一种类型 是敲一个这么一个包 基本上啊 也有可能我们敲的比较快的情况下 可能是会两个字母一个包 而只是我敲的比较快的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呢 就是一个字母一个包 好 还有呢 就是回显信息不一样 回显信息呢 都是一个包来实现的 是吧 他并没有 你并没有看到说 这个 showIP interface 结果是一个这么一个包 这很明显不可能的 是吧 一把命令交给我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收集他的信息 然后一个包就应该回给我了 不会用第二个包 除非这个包过大 他会分片发给你 不叫分片 叫重新分组发给你 他不是分片 重新分组发给你 那一样记住 你看 他的回显记录上都是一个包 一个真是结果 然后还有什么呢 比如他给我讲的R 这个包吧 然后呢 他给我讲要用 password的一个包 他给我 要用户名 user verify用户名 这些东西也是一个包 他回给我的信息 是一个包 我发给他的 东西命令呢 是敲一个出一个 敲一个去一个 对吧 这是有区别的 这是为什么有这个区别 因为 这个一样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在 ICS部分 ICS我们是有 要定义这些signature的 就是我们要 基于网络上面 这些情况 来自定义一些 一些signature 怎么解释 叫做特性代码 用这些特性代码 来体配上各种各样的攻击 这两种类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 敲一个字母 一个包 比如说 我们不允许 IPS当一旦发现 你敲 show run 的情况 show run 的情况下 不允许你这么敲的 那么 你想 show run 我们敲的东西 不是一个包吗 是很多很多包吗 那么 IPS呢 有一种 signature的大类型 叫做 TCP的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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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不是一个TCP吗 TCP呢 TCP里边 肯定有很多数据包 那么我把整个TCP的所有数据 要全部卡在一个缓存里边 然后呢 再对这些TCP 这些小数据包呢 做重组装 对这些字母性重组装 当我发现里边有 show run 的时候 我就 战掉你这个TCP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要在这种TCP的连接里边 tile的连接里边 匹配上show run的话 不能够匹配单一的包 而应该匹配TCP的stream 它的一个流 TCP的一个流 你需要cash一下所有的这些包 然后对它 重新组装来 看那你是不是敲的一个show run 这是一种类型 然后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比如说我们要匹配这种 rr 或者userlamb password的时候呢 我们就 不应该选择这种类型吧 因为 它们不是在 很多包里边出现的 它是一个包 在 HS里边还有另外一种 叫TCP的pocket 诶 是单一的包 单一包类型 比如说 有一个 典型的fingleture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经常 拆密码 我们看我们看一下 拆密码是什么叫玩 再抓个包看 比如说我去拆密码 我拆一个s 输一个密码 再拆一个 再输一个密码 再拆一个再输一个密码 好 比如说现在我要定一个 一个hs的singleture 说 如果说 你 比如说 一分钟以来 连续输错五次 我们就要 让你永远不能输了 我要让你半个小时 都输不了 对吧 那么 很明显我们要匹配这个东西 输错就会有差 对吧 这个可不是很多包 是一个包 这个 login invite肯定是一个包 我们可以看到 找我看看 我敲错一个用户名 他会给我一个错误 对吧 我又敲一个用户名 他又给我告一个错误 又告一个错误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用hs去统计 一分钟以来 出现了十个这个东西 我就把你干掉了 明白吧 比如说 你可以通过 写配特写 你已经是单一的包 一个包 一个完整的包里面出现的 所以说 你一定要在IPS的环境下 一定要区分 什么样的包 是 小包 一个一个的小包 我们需要组合在一起 什么情况下呢 它是一个包 是要区分的 就像我这儿的一个 区分的方法 敲命令的情况下 都是一个包一个包的 然后别人的回血 都是在一个包里边 显示出来的 比如说 错误的常识 或者修认的结果 对吧 这两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安全性质疑 不用说了 它是肯定不安全的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 区分的用户名和密码的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的 你看看嘛 这可能是我一个人的自己的见解吧 我觉得做的不太好 密码 这个 Tile的这个真正表达是 我的做法呢 比较简单 怎么说呢 第一个呢 我要 你看这个地方 哦 上边你 这个部分你要要 下边这个部分你要要 上面部分呢 可以是有用户名和密码 其实这个东西呢 只是提示我 用户名 用户开始了 下边是 因为如果说我只抓 下边这个部分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就是一系列的CIS 全是字母 一个一个字母 你看下边是 目的端口为23的 总长度为41的 大家想想41什么意思 40是一个IP头部 一个TTP头部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字母嘛 不是我敲一个 就是一个字节嘛 对吧 一个字母就是一个字节嘛 长度为41的 大的我都不一样 我就要41长度的 对吧 你会看到 刚才我做的吧 比如说这F DT不就是41长度吗 为什么我要用户名和密码呢 我用 想用它们来隔风格 你会发现 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 这儿出现一个用户名 然后呢 你这个告诉我 这下边的东西呢 是用户名 那你现在就出现个密码 告诉我呢 下边是密码 没有个意思吗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 我这个做的东西啊 嗯 再一遍 诶,为什么要让我open呢?干嘛呢?为什么要open呢? 我检查一下这个啊,有点问题 不要存 你看,这玩意儿就说,他说的做了一个风格,简单的一个风格,是吧,告诉我,前面是电影评明,下边是密码,但是这个Q就明显有点误会了,是吧,Q再退出了 这个最tell的密码的捕捉呢,不是太方便 因为呢 它是单一的这种字母 而且有时候 你后续输入的东西 它也是单一的字母 所以太好 不是很方便看起来 但是如果说 你完整抓下来 肯定用字母也是看得清楚的 哪是用户名 哪是密码的 但是如果说 你只想看用户名 那是密码的话 用这种方式呢 还是不是太好 我的方法就是 我寄要了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这两个东西 我便于分隔 你的意思呢 你看 这就做分隔嘛 上面是用户名 下面是密码 为什么我要叫它 其实它没有什么用嘛 做一个分隔符的作用 然后呢 下面呢 目的灯口23的 我只抓去网的 但是不会抓虫 是吧 不会说两个C 两个I 不会 我只会抓一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去网23的灯口的 一个直接长路的 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能够看到 但是我觉得不是太完美 这个部分 这个抓包 Tailed Tailed 做好了之后呢 安全性能够解决 都是明文的 安全性的方法就是 I need to set a way 不用说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经常解决方法 SSH SSH是一个加密的 它是看不见的 它是没有办法 decode的 SSH呢 我们又给大家 简单的做一个 在网23上做 SSH的话 就是 第一个要去敲 IP domain name 然后呢 产生一个key 然后呢 如果说是想更安全 transport input SSH 对吧 这是可以的 我这不晓了 因为 超乱的话 跳一上不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做抓包 抓包的时候呢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策略 SSH呢 我记得应该是22号段口 我看这个D8 它 Siever能不能够找到 它这个东西啊 可能没有 没有这个协议 没有这个协议的话 那么干脆我 直接用地址来解决这个了 连接的方法呢 它是SSH.lSyscoRN2.100.1.1.2 Siever不明白这是怎么写 因为它刚才的系统里面没有 找不着 三次我走 那你看后边的这些数据呢 应该都是 这些东西呢 都是乱码的 看不见的 这些数据都是乱码 看不见的 这个可能是284个节 可能比较多 可能是这个回显 有可能是这个回显 这是加密算法的协讯 这地方 还不是这个回显 后边这些部分 是一会儿都是完全 比扣得不了的 对吧 关门 对吧 这是SSH SSH呢是加密的 默认是3DS加密 这地方是没有办法去扣的 SSH 现在基本上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 Tile就掉了 特别是现在防火墙上面 默认情况下 是不允许Tile防火墙的 外部接口的 防火墙要远程防管理 只能够选择SSH 一个比较安全的技术 那么我们在 这个CRT里边也很容易实现 很容易就做好了 然后这种Tile的介绍 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DNS DNS呢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呢 其实大家不要 认为DNS服务器很难设置 很简单就可以设置一个 你只要有温2000 然后呢 你在管理工具这个地方 首先你要在 添加三处程序里边 添加这么一个服务 DNS服务 然后呢 我们想要什么域名都可以 当然这是内部有效的 我再把以前做了三料 想要什么域名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 Cisco.com都可以 反正我是自己跟自己玩 对吧 我自己办法的域名 Cisco.com 好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主机 3w.cisco.com 这个怎么老是大写呢 3w.cisco.com 202. 202.100 202.3 这个麻3 少年一个 来 给这个域名了 你发现呢 我的11份 这个主机 然后把我的DNS 来说看看我们DNS 看看我们DNS i7 config 哦 就测到这个 刚才我做DNS服务器 然后我们NNS lookup 这些3w.cisco.com 看到吗 202.100 202.3 这是一个内部有效的DNS 那呢 比较我很轻松的到R3上面去把他的HTTP打开 你会发现Cisco的网页就变了 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们直接说HTTP N.R56.cisco.com 是吧 简单的一个DNS服务器 会我们内部做解析 当然这只是内部有效的 不是一个全工网可以使用的一个东西 内部做一些小实验用的东西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简单做一下DNS的抓包 DNS也比较简单 我们继续 没有一个 没有DNS 这个地方 DNS是有两种的 一个是GCP 也有UDP的 一般情况下 都是UDP的 53号章口 这个实现起来 也比较简单 我们 直接在这个上面 DNS Lookup 像这个 这是一个标准的询问 A1标准的询问IP地址的 就域名 要IP 是标准的一个东西 在问那个服务器说 3w.cisco.com 到底是什么 伏计就给我们回了 伏计给我们回说 这个是很简单的 当时我们在 介绍DNS的时候 会比较复杂 在互联网上比较复杂 对吧 这个地方很简单 有问题不就是这个吗 3w.cisco.com 结果我给你讲 结果例子 这么多 2.2.1 2.3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 DNS 一个request 和一个询问 DNS这部分 然后呢 讲到这个东西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防火墙部分的一些 DNS feature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先看这个Pix 对DNS监控 我说DNS防火墙呢 一旦默认是监控DNS的 它会追踪DNS的ID 什么叫ID呢 我们这儿可以看到 ID为2 回来ID还是2 对吧 就什么意思呢 当穿用我们的Pix防火墙的时候 是Pix 你里边出去 防火墙会对你 应该是ID进行记录 那么回来的reply 这个ID呢 也必须 比如说出去12 回来也必须12 回来如果不是2 我不让你进来 防止安全性 保障安全性 对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用处 我们监控DNS 会监控这个ID 就是我们这儿看到的部分 再看到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先把后面讲完 TCP还是UDP TCP和UDP的50N都是DNS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普通的情况下 都是UDP的 不会出现TCP TCP只会出现在区域同步 区域传送 这情况下 这个主备DNS服务器来交换DNS信息的情况下 他们会用TCP的53来传输大流量的数据 正常情况下 都应该是UDP的 所以平时我们在放我们的DNS流量 收尾机子 放UDP应该不会有什么 态度问题 好了 我们看看DNS服务器 这个我们也讲过 就是说出现什么情况 这也防火场上的一个技术 这是我们Pix 这是我们的DNS服务器 这是我们的内部Sewer 这是我内部PC 内部地址呢 是10.1.1.0 24位 Sewer呢 比如说是-100 PC-1 这边网络呢 是202.100.1.0 24位 这段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会把这个内部的服务器 去印刷到外部去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印刷到外部的地址呢 是-100.1.0 1.0 这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会在DNS上面去注册 我们的信息 注册信息呢 就会显成这样 会给DNS服务器讲 3w.cisco.com的地址呢 是-202.100.1.0 对吧 这样的话 任何互联网的 7c来询问这个DNS服务器 服务器就会给他讲这个地址 然后7c呢 就会去访问这个地址 然后基于我们 访问想象的 性态转换 就可以访问内部的服务器 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对于外部用户来说 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但是呢 我们看看 我们对内部用户来说 内部用户 跟说它的内部 它可以 其实可以直接用 10.1.1.100 直接访问 但是我们的普通用户 是不清楚 什么叫做IP地址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 什么叫做IP地址 他们只会按照外部用户 一样 同样做3W 这是我领抗 那么他们会到 这个DNS服务器上 去询问 服务器呢 会把这个地址呢 回馈给我们的PC PC呢 都会主动的 想穿越防火箱 去访问这个地址 但是呢 防火箱发现的 这个地址 其实不是在外边 应该在里边 这个时候呢 防火箱是不会做 从这个接口 在出这个接口 就反射这种功能的 防火箱不带这种功能 默认情况下不带 所以呢 就会造成内部用户呢 它充不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在 TIC上做三个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三个 对吧 后边这样的DNS关键字 意思就是说呢 你看 本来回馈回来的 这个域名是这个 对吧 202.100.1.101 一旦我们有这么一个 关键字 它会对所有的 那个DNS的回应 做监控 当发现 这个回应里边 有这个地址的 它会把它转换成为 这个10.1.1.100 就说呢 它转的是哪儿 给大家看看 就是说 回来的时候呢 本来是这样的 对吧 它会把这个字段 基于 我再扛费一个 因为它有 DNS选项 对吧 会把这个数据部分的 这个字段 换成10.1.1.100 这个部分 换成10.1.1.100 好 既然是10.1.1.100 那么PC就会很顺畅的了 对吧 直接就访问 这个类伍的服务器了 就能够这张工作了 这就叫做DNS选项了 那么这是PIX的一个feature 那么我们很简单 后面加个经验 就可以搞定了 对吧 但是原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是在修改这个部分 监控的ID是监控这个部分 一定要区分一下 好了 我们继续往后看 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trigger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有点用处 就是说它会 可以按照 底色的一个标准 来自动的开始 和自动的结束 来触发 自动的开始 自动的结束 好 有两种类型 就是开始和结束 开始呢 就是说 满足某一个情况 我们自动的开始 一个capture stop呢 就是说 满足某一个情况 我们自动的停止 一个capture 我们可以 任何一个时间 我们只能够 启用一个trigger 这种一个特性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trigger的配置界面 capture 就一个setup 这样的 激活它 表示呢 激活了一个start 就满足下边的条件 我们就开始 找吧 关闭它呢 就是我们 关闭了一个结束的条件 它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repeat mode 就是说 反复的来 不断的来 然后呢 结束了 我又开始 结束了又开始 结束了又开始 我不断的开始 对吧 这是开始的条件 这是结束条件 这是不是重复的条件 然后呢 开始什么条件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定义一下 我们可以基于 三种情况来开始 第一个呢 这看得很明白 时间 比如说 这是星期天 星期一 什么时间 我们点上就开始 这个几个星期的 这个时间 我们要开始 一个抓包 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种可能性呢 就是 我们不是超过 某一个threshold 昨天我们还讲过 那些阀值的设置吗 这些东西 都有一个阀值的设置 比如说包大脚啊 arrow啊 有一个threshold吗 我们看看那个地方 叫做threshold 是吧 arrow每秒钟超过十个 我们就会告紧 每秒钟 有一百个丢弃 我们就会告紧 每秒钟 有这么多个字节的穿越 我们就会告紧 对吧 当任何一个告紧产生的时候呢 某一个告紧产生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自动产生一个capture 这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 比如说很多人说 我们的利用率很高 我们的那个错误率很高 但你会发现 你到现场的时候 它没有 没有这招 对吧 这时候呢 你可以设置一个阀值 然后当它到了某一个情况 它自动的帮你装包 到了某个情况 它自动就不帮你结束了 对吧 这时候呢 你就不用一直 一直人在那守着了 你可以设置一个阀值 然后到了 它就自动帮你装了 对吧 是没有好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event future 这个future很明显 还是刚才我所设的那些乱七八糟的future 是吧 当匹配上这个future的流量出现的情况下 我们开始抓包 对吧 当我这个future的匹配的流量出现了 比如说有tile的userlamp出现了 OK 现在开始抓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开始的条件 好 这个trigger呢 在整个抓包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设置一个future 对 整个 比如说开始了吧 开始以后不是在抓包吗 这个抓包的整个过程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future来做 对它进行过滤 这个也可以做到的 好了 然后呢 结束 也可以做 什么时间结束 对吧 什么情况 就是低于这个stretch的时候的时候 低于就是低于了 我们结束 也出现什么样的future 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包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结束 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开始 继续开始 继续重装 对吧 这就是整个一个 trigger的一个过程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继续抓 tile的用户密码 当我们出现 tile的userlamp的时候 我们开始抓 对吧 当然呢 当我们出现这种 但是我们只限于r的tiler的时候 当时r出现这种警号 不就是用户密码一输完 直接r的警号出来了吗 我就结束 我不抓了 对吧 但是再出现userlamp的时候 我就抓 出现r的警号的时候 我就结束了 然后不断的重复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够 出现那么一个功能 首先呢 我们要定义这个filtre tile的userlamp 哎 有这个用户密码的时候 好像r 当出现r的时候 这都是以前我抓包的时候 已经做好的 是r 这个是转出现 原装口23 原装口23 r是他还给我的 原装口23 里面是r的 这个uselamp 也是原装口23 也是他返回来的 对吧 uselamp 好 再看一下刚才我的配置 看这个tina的配置是什么东西 反正自动存盘 这个filtre做了一个自动存盘 意思就是说呢 反正整个过滤 其实我没有做任何过滤 对吧 你看这个配置 这地方其实我们要做任何的过滤 这个filtre不是在做过滤 而是在教我们如何去存盘 老师又报错了 就是你看 如果说buffer超过了 我们会插写 重复插写 buffer为8兆 当超过的时候呢 我们会存盘存到这个目录下边 然后名字叫这个 对吧 什么叫名字 十一分 五个 就是四十个照了 五个文件 每个文件发照 对吧 OK 我们看 怎么没有办法开始呢 有时候会有些错 抓这么多吗 我们从几家看行不行 OK 应该开始了 你看这个cancel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变化 如果出现它就会亮 然后一会儿呢 我R2出现它就会断掉 你看亮了吧 这个地方 对吧 我一敲回车 R2D出现 没了 对吧 照报结束了 然后我再推出一下 我再tile 又亮了 又抓到了 对吧 我继续敲我的东西 R2D出现 又没了 对吧 照报又结束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在相应的目录下边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存档 再来看一下 Program File NAI Snever Program Local 下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叫做Test Sever 是吧 这有三个 我们可以打开看看 先停止掉 然后呢 Open一个看看 这个是不对 反正它有时候我发现它有时候会有些东西看不见 这个看不见 这个没问题 这个就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对吧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好像有一个是废的 总是有一个看不太对 这个 对吧 这个也比较清楚 好 就是Trigger 它可以自动的帮我们进行某一个事件栏 出发 然后结束 出发 结束 出发 结束 然后我们可以自动 并且可以自动存盘 是吧 这个功能不错 自动的帮我们开始结束并且自动存盘 这Trigger 什么一个功能 好 讲完Trigger呢 我们再讲log log其实也 怎么说呢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很多了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log 这些log 当我们超过某个罚子的时候 或者专家系统在整个抓捕的过程中 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都有告解 不仅有这个超过这些 stretch的时候的时候 超过这些stretch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的专家系统 发现 ACK过短啊 过长啊 对吧 更一样的问题的情况下 这些告解都会出现在这个alert里边 好 它会呈现出这种方式 如果我们看过了 我们可以确认 表示我们看过了 好 不仅有这个功能 不仅只是显示 有时候还会有更 高级的功能 就是说呢 它会有action 什么叫action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你出我了 你看看 当出现至关重要的造型的情况下 它可以直接send a mile给我 发邮件给我 马上发邮件给我 我们可以建议各种各样的行为 这两个东西呢 是给我们呢 好像是给BPG里边 发信息 BPG BPG里边发信息 它可以运行一个脚本 这是给我发邮件 甚至还可以发声音 是吧 告解 提示我们 你可以这么多action 对吧 你可以任意选择任何一个level 为它们来做不同的action 它还是比较有勇敢的 有时候比如说 你发现 有地址重叠了 或者说什么 溜率过高了 马上你会发现 BPG就响了 但现在不能发短信 然后它可以发邮件 告诉你 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监控的功能 这是它的action 也比较不错 你看这有严重级别 你看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超过了 我的设置的阀值了 threshold已经被超过了 流量过大 好 这是说我们所设置的threshold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我们都要设置 在高行的时候 一个就是这些threshold 就是我们的包的数量 L的数量 你要正确设置 否则它会误报 还有这个专家系统 什么叫做长的ACK呢 什么叫做快速重船呢 什么叫做什么 idol太长呢 对吧 没需要正确设置 如果不正确设置的话 就有误报 误报的话 就会给你 发送一些 不正确的信息给你 你这两个系统 都需要正确的设置 所以它会误报 好了 我们看今天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 对提高网络 性能的一些建议 这Sleeper 对最后的一些建议 如果说作为一个好的网络 我们应该把数 什么样的条件 三个 有足够好的速度 然后呢 有可靠性 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对吧 然后还有安全 三个部分 组成我们的网络 Sleeper 当然就是 那个不是说 是Sleeper的一个认证 Sl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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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Professional 是CCMP的一个档次 现在 Sleeper最高档次呢 应该是SCM 叫做 Sleeper认证的Master 这个认证也是比较厉害的 中国好像前段时间 才是有一个人 是Master 但是我觉得当时 我看到一个 整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 因为 它的 完全这个学习分析的 包括IPX 包括什么Apple Talk 各种各样的乱七八道的协议 M的话 M的话 要学 我觉得那东西 好像我也没太多机会 学到那些乱七八道的协议 我们平时也就是CCPIP 对吧 那个要考得很深的 它会各种各样的协议调学 才会是M的 一般P就普通的 就是P 然后呢 它是一个 你看这形容的很清楚 Sleeper的功能 就是一个Doc 对吧 它是网络排错的 一个产品 它不是测试的 也不是安全产品 对吧 它这个Doc 当你发现 网络有这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网络 受到的病毒攻击 我们的性能不够了 或者是 有一个网络不通了 或者当我们发现某一个网络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们都可以采用我们的Sleeper来解决 就像其实呢 很多学员问我 有些问题 比如说 怎么不通啊 或者说怎么会比较慢啊 什么实通实不通呢 你说这东西 只能够办法 你只能够用Sleeper这种办法来解决 你用路由器 是不能够看懂 什么叫做实通实不通的 也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网速会比较慢 这个路由器 你要看Show Run 看Debug 都不是很靠谱的东西 对吧 然后还特别有病毒 病毒Sleeper 你一架上去 用那个 那个一看 马上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你用路由器 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的 把路由器最多 我们经常看到 就是弹线内的转换向 为什么这个PC的内容转换向 会这么多呢 其实有些 普通的那些电驴BD 都会造成比较多 但是有用我们的 Sleeper下的这个地方 用昨天那个 这种猛吗 看着就会比较清楚 很多连线 就看哪个用户的 爆发量会比较多 这是比较快的一个方法 而且呢 我们需要一个Baseline 就是我们需要 记录屏值是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 通过这个技术 History 对吧 记录 屏值我们的情况 你看我们看病的时候 都需要有病例嘛 了解你屏值是怎么样的 屏值有什么样的病 就是屏值的一个状况的记录 我们需要对屏值有些记录 好了 这些建议 我们简单念一下吧 就说提高速度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 网络速度比较快 那么如果说要让 网络速度比较快 第一个要 关掉一些不需要的服务 建议呢 你的网卡接口下面 不是 你看我们的网卡接口 有很多 其实没有太多用处的协议 你看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温度的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欲 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什么 打印共享 文件打印共享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剪掉的 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检测这两个东西 会有 还会有很多问题的 有时候他会 没什么就发一些包 对吧 如果说你没有用到 那么建议就勾料 最好就留个CCPIP 就好了 对吧 最单纯的 CCPIP呢 其实没有太多 恶意的包可以发出去 这些决议呢 很明显没有用 就不要要了 没有 比如说我们平时 很少用打印共享 你只要不要用共享 勾掉它就行了 而且还有安全性的保障 对吧 勾掉那些不需要的服务 没有必要 然后呢 动态路协议也是比较有问题的 比如说特别是RAP 特别是版本1的RAP 如果没有必要用动态路协议 就不要用 新态路是 比如说只网关这种情况 是比较靠谱的 你不要用动态路 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用它 然后呢 去除那些 会发送过多广播 或者主播的设备 或者协议 去掉 极限器跟交换机的效率 我应该比较过 极限器的百兆极限器 只有40多兆的充足量 交换机如果说的大点的话 那么160 只要它的80兆嘛 80%嘛 然后乘2嘛 160嘛 所以说呢 虽然说都是百兆 说起来都是百兆 其实效率上是明显有差距的 然后呢 速度呢 最好是百兆一条网 至少也是这么一个速度 然后你要计算你的两个地方 你的骨干网就是上网联络 或者骨干网联络 它不是平静 还有你的服务器 或者都是反网服务器嘛 它的速度的带宽呢 也不是平静 你这两个地方要进行计算 然后呢 我们尽量不要使用小包 对吧 因为小包的利用效率是很低的 因为 比如说像Tile 就是非常效率非常低的 因为 发送一个字节 我们需要有40个字节的头部 非常的不经济 我们应该尽量的使用大的包 比如调整MPU 我们尽量的使用一些大的MPU 对吧 来调整我们的网络的效率 让尽量传输更大的包 正确的设置于Siever的Threshold 海上的正常的工作 这就是在速度上面的建议 其实几点 就是不需要的服务 极限期环交往基因 就是比较重要的 对吧 然后就是 适当位置一些带宽 特别是上行带宽和腹息带宽 这两个点 然后小包 尽量有大包 把MPU调大 这几个点 好 我们再看可用性上面 可用性呢 就是 在使用备用解决方案之前 一定要测试它 那么经常为服务器 防火墙 路由器交往基 用load balance 或者是竹的一些技术 防火墙我们有什么呢 F1 对吧 我们接着防火墙 有费 over 路由器有HSR7 那么交往基 我们有什么channel 或者STP 这些技术 都是冗余的技术 对吧 服务器可以做双方卡 都是冗余介绍 好 栽备呢 一般来说我们平时不会用到 但是这些很重要很重要的 银行的部分才会用栽备了 对吧 说很重要 这些很重要的资源呢 我们需要做栽备 然后呢 以太网我们用STP的冗余 念路冗余 如果说广域网的话 我们就做拨号备份 现在的以前我们是用Sin吧 现在用Sin拨号备份 现在我们用Ipsig VPN 我们主用念路可能会用专用 就是它那个 Ampere的VPN主用念路 或者说是真中计 然后Ipsig VPN 做备用念路 其实Ipsig VPN 经常做 那个专线的备用念路 现在这么做 他们现在会申请一个专线 Mpsig VPN的 或者说是真中计的 然后再做 再用Ipsig VPN的 做备份 现在呢 基本上用 Ipsig很少了 ADSO可能还是可以的 对吧 ADSO做备用念路 也行 那么硬盘是锐的 就是015 5是最好的 对吧 电源用Ups 然后安全上面呢 这个就谈得比较前显一些了 就是用防控键料过滤流量 不要让那些 限制流量が太宽 然后呢 下载的文件内型和大小 这东西可以限制的 我们防防墙 我们来写S这位的功能 所以文件内型 文件名 文件格 时间过滤 对吧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可以对我们的上网的用户 做 Log Filter 这就是说 那个UIL Filter 这种东西 对 UIL 进行过滤 然后启用安全审计 不要使用不安全的协议 比如说 我们用 比如说 几个典型的不安全的协议 是 HELT HTTP FTP SNMP SNMP 对吧 SNMP P 这都是一些不安全的协议 应该换成一些安全的一些用户 SNMP 我们可以用版本3 没问题 对吧 好了 那么 此一会儿我们就讲到这儿吧 那么 就讲完了 OK